字幕翻譯 沒屁用啊 我記得我不是有那個嗎 手電筒 對啦 那這個燈光鐵是故意配成這樣子 呵呵 不是 作者是不是故意把他配成這樣 然後覺得這樣比較有feu啊 你怎麼了小男 小男怎麼了不舒服嗎 老師這好冷 老師這裡太冷了我們先上去吧 好吧 今天還真是個意外的發現 今天到這吧 明天再來 走 原路返回 蛤 意思是我們等一下 還要走那一堆堅持路喔 不是吧 我總覺得身後有什麼東西跟著我們 一定是氧氣太稀少了 呆久了讓人產生幻覺罷了 立刻點 就不要等一下真的有人追喔 真的有人跟喔 我會哭喔 這邊也有路欸 過不去 但這邊可以下來 下面泡在水裡是什麼黑烏烏的 人的行算不會是屍體吧 欸 丟 我覺得十有八九四 被石壁堵住了 來 蛤 我們要走那堆兵馬桶的路喔 討厭 呃 兵馬友就兵馬友 一直喊兵馬桶 喔 它那個機關是關掉的 OK 水啦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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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船 好 好 這 它見去哪了 怎麼不見了 怎麼搞的 不是你們跟緊嗎 冷 老師我好冷 這可整整的阿 這樣吧 小文你回去找找他 我看小人都在這 蛤 蛤 蛤 什麼 快去 我好冷 我好冷 你們剛剛沒有聽到那個笑聲嗎 等一下會不會走到一半串心兩阿 喔齁 太皺一個人推不動 奇怪 這都多一條路 會不會跟這個木棺材有關阿 扎俠 回來喲 阿健被玩了阿 再不信邪阿 不是告知識份子嗎 你們不是告知識份子很像很厲害嗎 你們不是告知識份子很像很厲害嗎 林寶 還有杜青 我不知道 阿健已經跑了這剛好還是要等你了 咦 太奇怪了 我記得我跟在你後面的阿 怎麼走著走著到這 發誓我絕對不騙你 咱們先回去吧 小男孩身邊趕緊離開這 那些是什麼 喔喔 幹 幹 我有存檔嗎 完蛋 唉唷這怎麼走啦 喔喔我們走一步他就會走一步 好 好那我想想看 不行 不行等一下等一下 對我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 然後 他們走的方向跟我們走的有點有點相關連 好 好這邊就可以了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他們有一些是只會直走 有些是只會右轉 有沒有像他們這樣子已經把自己圍起來了 他們有一些走的路線跟我們不一樣就是 他們有一些走的路線跟我們不一樣就是 就是 我們例如我們往這邊走 他們就直接往 他們就直接往直走 他們會其實會漸漸浪出一條路 應該這麼說 我們只要知道他們是朝哪邊方 他們只會往一個方向走 對啊 所以我們只要 避開他們就沒事了 所以 他們是怎樣 在跟你玩黑暗遊戲嗎 你以為你是武藤雙六是不是 他讓我想到那一個 武藤雙六 找那個 千年寂寞的時候 被雅圖姆救的那一篇 怎麼這麼久 我們先出去吧小人快堅持不住了 真的是冰馬桶欸 好多馬桶啊 喔齁 剛剛旁邊出現那個 我沒看清楚是什麼 只是要有東西而已 所以我會不會這個叫小男的女孩 才是最適合的 他們一直想找莉苗 結果後來發現 欸這個好像比較適合捏 啊那個 那個我一直追不到捏 好啦 那我們換一個對象這樣 呵呵呵 真的是哪一種信仰嗎 不知道 來我們先把他推回去 不行不能推回去 討厭 我覺得這下回去絕對不會只有五個人 我覺得這下回去絕對不會只有五個人 照這樣看六七個都有可能 好的 我們又再次回到了 李苗小妹妹 我以為他會透露什麼 結果他卻還只是講這句話 超洋派 呵呵呵 可能是因為就像他們講的那個 素材就是免費了吧 像跟他大貓講的一樣素材免費了所以 沒有辦法 所以是這裡囉 欸對耶你看 你看我就說嘛 你老爸絕對是那個 在那邊算計他們 你竟然真的讓他們住在這種地方 太邪門了 沒有了 我們剛才在後院發現一座地下墓穴下面很大 有口銅棺材在下面 不知道裡面裝什麼 地下墓穴 嗯要不要進去看看 我不去後院 我怕 這山裡有準手嗎 沒有 山頭的華子哥會醫術 村裡有人身邊都叫他來看 那就好 能幫我叫他來嗎 他好像病得挺嚴重的 冷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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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我們要去找華子哥 我記得華子哥應該是往這邊走吧 那他母親去世那一間呢 他老爸那個時候 那個回來住的時候 他調戲完那個誰 親兒 然後回來住的時候 他就有被他老媽教訓了一頓 所以搞不好 呵呵 不要問那麼多劇情需要 這個我好想選啊 有人生命讓我叫你過去 我們趕緊走吧 還幫我學生看看 不知道怎麼渾身發冷 明天是父親結婚的日子 為了明天的忙碌 於是晚上大家都早早就睡 之後教授的房間還燈亮著 後母 第三章 不會 那個後母 這是源頭吧 我爸爸他們還沒來嗎 怎麼啊 迫不及待想見你後母了 嘿嘿 呵呵 阿你怎麼還沒嫁出去阿 爸應該快回來了 雖然以前竹圈 經過裝修後 裡面現在乾淨又漂亮 哇 哇哈哈哈 可是你們效率也太高了吧 裝修會不會裝太快一點 不是竹圈嗎 不是應該還會有味道嗎 不是應該還會有味道嗎 直接變成新婚燈房 的好地方了耶 好會喔他們 抱怨了 留下來照個想的 想的真可憐 很冷很冷很冷 然後一個晚上就把它做成這樣子 請問一下你們施工的人 他是不是有神速力阿 那個還缺不缺 還有沒有就是多一點的可以介紹一下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 然後 索娜聲一直到門口 教授他們也好奇地出房間 迎親的人出現在大門口 身上沾滿泥水 父親在最後面 與穿著大紅衣服的新娘站在一起 全身都濕透了 一直進來院子 所有人都不說話 表情很漠然地吹著索娜 父親臉色蒼白地牽著新娘子的手 眼神很怪異的凝視著正前方 新娘子戴著頭蓋 看不清長什麼樣子 夏季穿著衣服單薄 她穿一身大紅的刺繡旗袍 一下都可以看出她身材好壞 她無疑看起來身材很好 個兒也高 封胸翹臀 腰很細 呃...其實我不是想知道那麼清楚 能看琴兒姐有一筆 雙手糾結扣在前面 手臂皮膚細膩但顯蒼白 簡單的舉行結婚儀式 父親就領著她進來奶奶房間 但女人頭上的頭蓋一直未接掉 到她們進洞房的時候 我依舊沒有看到那女人到底長什麼樣子 只有長得跟她媽一模一樣 那就好...那就好玩了 其實我想講那就可怕了 我想不出口 所以...他們在洞房了嗎? 開心了沒? 眼色蒼白 不一定啦 她是說皮膚蒼白啊 奶奶已經睡了 皮膚蒼白睡應該是還好啦 鬼在施工 規矩真多 不讓看新娘子 你看今天你後母長什麼樣美 沒? 你們闖下大禍了 怎麼把這口棺材給挖出來 趙烈啊 我還是晚了一步 你們這些外人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你這老道胡說八道些什麼 災難要來你就知道嗎? 這災子有災難 趕快出去 趁足人還沒來 不會走的 你放心 只不過 你們這幾個 闖著大貨人恐怕走不掉囉 好了 這護身符你從今往後要帶在身上 由於明天一早 我們就要離開山寨到別處了 時間緊迫也就畫了一張 帶上可以保你平安 王府 唉 姐姐 你老糊塗了 怎麼能讓他們進後院啊 我走啦 苗兒替我向你奶奶問好 保重 好的晚安 那他媽更有趣了 那老召說是真的嗎? 那看你們信不信啊 早點睡吧 別總是睡到中午 喔 欸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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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要著急 先不要 我有存檔吧 欸 欸 欸 他沒有回應欸 我遊戲被關掉 可是聲音還在欸 這什麼恐怖畫面啊 等一下我還沒有問其他人啊 好來問一下 這種騙子我見多了 你也是啊 欸 那我們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去鬧洞房嗎 呵呵呵呵呵 已經睡了 現在卻不太合適 這才是真正恐怖遊戲是不是 大晚上那個教授的後院搞什麼花樣呢 欸 讓不讓人睡啊 教授 嗯? 屍體呢? 這怎麼回事 屍體哪去了 不會是已經完全氧化了吧 不會 不會這麼快就腐化掉的 屍體怎麼會不翼而飛呢 不去哪了 難道屍體能自己從棺材裡爬出來走嗎 怎麼可能 好像當北京道學裡出來的 陶古系研究生怎麼會說這樣無知的話呢 果然 當天晚上就聽見了 七粒悠長的女生從後院裡傳來 想必叫做他們也聽見了 我見到過鬼魂自己經歷那些離奇鬼怪的事情後 已經徹底的相信了這個世界上有鬼魂的存在 但叫做他們是搞科學的 我一個小孩子即使給他說了自己的經歷 他也不會相信 所以這些事我只鑽在自己的心裡 那個離奇消失的女師 會不會是遊蕩的鬼魂呢? 贊命那道士永遠不會是騙子 嗯 又睡了 現在奶奶就是吃飽睡睡飽吃欸 呵呵呵 哇操 後媽你也不用這樣嚇人吧 這下我才看清楚後母的面容 心裡不禁一陣讚嘆 原來後母是個可人兒 不僅個子高挑身材好 長得很漂亮 那一雙眼睛大的水汪汪 小巧鼻子 薄而紅潤的雙唇 臉上更是潔白無瑕 相片和白玉 只是天色陰塵 這樣就襯托的略顯蒼白 有驅邪作用 有驅邪作用 好 你有要去跟後母喊先嗎? 才沒有這回事咧 哇來看看有沒有鬧鬼啦 主線也要出事 不是 他們為什麼要 不是 我是覺得你考古都考古 你挖別人棺材衝他小啦 你們是來考古的 不是來挖棺材的喔 對不對 我不清楚 而且這是別人的棺材 你們好意思在那邊挖喔 你們是盜牧賊吧 苗兒 我爸呢 還沒醒來 昨天被雨淋 這回睡得很沉 我去叫父親起床 別去叫他很累 讓他多睡會吧 快來啦 有人死啦 死人啦 新人啊 外面發生什麼事了 可能回修組之類的吧 不知道喔 不知道這樣的人會不會都是 如果是的話那就可怕了 村子飄了幾具屍體 有人死啦 來來來 讓我們看一下 讓我們看看 是男是女 幾個人 正不正 可不可愛 我們來鑑定一下吧 喔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他昨晚不在家嗎 有鬼 真的有鬼 他昨晚還在家睡覺 就一直沒醒來 早上起來 他就不見了 誰知道到底造了什麼 這是村裡的人嗎 村裡的人莫名其妙都死掉了耶 真的有災難了 怎麼會發生這樣離奇的事呢 死得不明白 年輕人就死了 有鬼也怎麼辦啦 不做歸心是不怕鬼敲門 反正死的不是你啊 我靠 這個傢伙的背影看起來超像鬼的啊 沒聽到鬼叫聲嗎 全身被血淨透 臉上沾滿血跡 白色的童人也遺留著死死的經口 然後這些產相是在告訴人們 村裡真的會有場浩大的劫難嗎 應該不是中毒 只是七笑流血 眼睛沒合住 受了什麼驚嚇 你可以跟奶奶說 她城可是咱們山寨有名的神婆 一定會有辦法對吧 怎麼辦我覺得超級神婆要量了耶 我們的最強神婆好像要倒霉了 我是必須要挖挖材 但是應該會有經過許可吧 他們這個是沒有經過許可的情況下 直接去挖 這個就比較考古就叫盜墓了耶 他完全沒有經過同意 人家是同意說 你可以到後院看 但沒有同意說 你可以去挖別人棺材 沒錯吧 對阿 不告而起就叫偷阿 阿你後媽呢 晃晃髒髒的 你後媽怎麼不見了阿 奶奶已經睡了 奶奶 繼續叫好了 奶奶奶奶 嗯 冰陽刺果 才覺得奶奶發生什麼意外 搖晃她的身軀 往常她會憋著嘴說你別搖 再搖一把奶奶這把牢骨頭搖得閃下 此時卻沒有任何動靜我慌了 金兒姐 奶奶搖不動啦 看看奶奶奶奶怎麼了 奶奶你怎麼了奶奶 奶奶沒有錯聲 身體突然劇烈沾斗著 乏力的睜開混濁的雙眼 看了眼我們又閉上了眼睛 承諾的呼吸聲也漸漸提醒了 奶奶你醒醒 奶奶死了 你怎麼沒有啃錢 這副家好像問題很大 阿媽怎麼沒啃錢 靠腰 喔喔喔喔 我看到奶奶孵出來了 我心裡一層 彷彿什麼東西壓住了心 跳動的心臟 快要窒息 恍惚中看見了奶奶的影子 若隱若現飄向的外面 唉 真老病死啊 那請問奶奶 接下來你要怎麼做呢 你要來場神婆大對戰了嗎 你怎麼哭了 給你屁死我